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2月18日 纽卡速喷射击无惧墨尔本城 本周五下午,奥直连上演独角戏 由墨尔本城主场迎战纽卡速喷射击 墨尔本城主场战斗力平平 是一面对上战迎波的纽卡速喷射击 墨尔本城并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 虽然墨尔本城在本月初曾经做客 以4比2大胜是一对手纽卡速喷射击 但对他们不利的是 球队最近赛程繁密 从该一起,墨尔本城要在11天内踢4场比赛 不到3天,就要进行一场比赛的强度 简直令阵中球员疲惫不堪 而在取得此次魔鬼赛程前两仗的胜利之后 上仗主场面对阿德莱德莲 墨尔本城最终惨遭对手逆转 体力不支的恶果开始显现 金杖在占比自己多几天休息时间的 纽卡速喷射击 墨尔本城显然不能像上次对阵那样游刃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 墨尔本城经济在主场作战时的成绩相当平庸 前六次主场出击只取得胜和副各二场 表现重归重矩 当然,墨尔本城也不是没有取分的本钱 那就是查美麦卡伦 F 比伦古亚和马菲利基尔这三名攻击守近七脚锋正顺 过去三轮联赛他们三人包办了球队的八个进球 尤其是上次于纽卡速喷射击交锋时 他们三人全部都有入波 纽卡速喷射击金杞的整体表现明显不如墨尔本城出色 他们前九轮联赛的战绩仅为三胜二和四负 排在积分榜的中下游位置 不过纽卡速喷射击也有亮点可言 那就是前锋米基尔达特斯状态神勇 这位顶在最前面的单箭头经济以为球队贡献七个联赛入波 目前高居神射手榜刺席 只比金杖对手墨尔本城阵中的查美麦卡伦少一个进球 是一两人的直接对话也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关注 另外,纽卡速喷射击状态有所上升 上战二比一逆转击败墨尔本胜利后 他们进三轮联赛取胜二场 并且每场均攻破对手成门二次 另外,纽卡速喷射击前四次联赛作客也只有一次落败而归 球队,还是具备一定的作客战斗力 相信是一与墨尔本城再度交手 纽卡速喷射击绝对不会像上次一样毫无还手之力 阵容方面,中场简达陆夫斯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